在此 加拿大聯邦大選在即 各界開始擔心外國政府干擾大選的可能性 而被中共嚴密監視 過濾的微信 可能就是風險之一 加拿大國會網路安全部門 在月初給所有國會議員和職員發出安全警告 微信有風險 強烈建議不要使用 國會網路安全部門認為 通過微信發送的信息都沒有加密 很容易被解禍 缺乏端到端的加密 意味著第三方能通過後門 獲取用戶信息和談話內容 不光如此 即使用戶刪除了信息 被刪除的東西仍然保留在服務器上 而且你的位置信息也被保存 國會議員鮑爾茲說 如果競選的兩派旗鼓相當的話 任何的干擾 後果都不堪設想 如果您能否修行逢出了信息 如果您能否測過半個百分之一 或一百分之一 你能否改變成最終一場的效果 然後你會在一個情況下 你不認識 是一個人在法院或是一個國家最高的辦公室 其實是一個能力的描述 從美國選舉到今年5月的澳大利亞聯邦大選 海外華人常用微信傳播信息和組織活動 據大紀元之前的報導 中共在海外利用微信 使新聞及信息傳播有利於親共的政黨及候選人 同時迫使想拿華人選票的候選人進行自我審查 新唐人記者 劉海英 多倫多報導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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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